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谈美国绿卡排期 那我们大家知道呢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绿卡排期呢 有一些停滞的情况 像EB2,EB3类别 EB2包括NIW 有几个月没有前进 然后呢,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Visa Bulletin EB1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排期的倒退 那么怎么样来应对呢 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 首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根据美国政府的解释 因为现在呢,想办理美国绿卡的人比起来更多 那很简单,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 比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呢 从中国申请美国绿卡的人呢 现在我们感觉比原来更多 从中国联系我们的人 各行各业的,包括科研类的,工程类的 艺术类,体育类,也有商业类的 像这样的,那么各类的人才 想办理美国绿卡的呢,比钱要多 那么来自其他地方的呢 我们知道有这个俄乌战争啊 这个欧洲啊,等等这些情况 那当然有政治上的原因 从经济上呢 那因为汇率变化 以及经济的发展等等情况 那同样的工作 如果说在美国做呢 比起在日本,在欧洲等等国家 那这个工资收入可以在 这个1.5倍以上 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呢 那相差的就更多了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 有更多的人有这个 incentive motivation 办理美国的绿卡 所以呢 从这个僧多周少水涨船高的角度 可以有更多的人 来办理呢 就造成这个移民签证 这个visa bulletin啊 这方面排期 很长时间没有前进 甚至呢 EB1有可能出现倒退 因为有更多的人来申请EB1呢 所以这个EB1的标准 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得到提高 所以从这方面呢 如果你现在有这个意向 有这个打算 那我们建议呢 就还是尽快地来提交申请 这个一定程度上 像过去若干年里的房价啊 等等一样 但是区别在于 如果你要是买房 那是叫真金白银 有很多这个成本啊 在里面 对吧 而办理绿卡申请呢 相对来说 这个cost并不能有那么高 那么主要的一个障碍 可能就是个人的拖延症的因素啊 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 就一直拖下来了 那这个呢 你如果说不办了 也就算了 如果要办的 还是应该早做打算 那所以从这个EB1 EB1的申请来说 应该是这样的 尤其是来自中国印度的人更多 所以一方面造成可能会要有排期 另一方面呢 申请标准 批准标准可能还会提高 但是回顾过去的情况呢 我们看到 EB1呢 即使有排期 一般来说呢 last的时间不会太长 排期时间可能也不会太久 不用担心 那么如果说个人现在 还不一定符合EB1的标准 case还比较弱 或者borderline呢 那么也可以考虑 更早的来申请NIW 因为一旦有排期呢 那你有这个较早的优先日期 就更有用了 你提交了NIW 比如说按照NIW排期 可能就排到了 那么就说呢 或者的意思是说 你NIW早排期 早提交 按照这个优先日期 如果EB1有排期 但是你已经有较早的优先日期 这样呢 这个排期也就可以排到 这也是一个优势 那么对中国申请人来说 NIW排期会怎样演变呢 这个此前我们也简单讨论 回顾过去 过去十年里呢 中国申请人EB2的排期 一直在四年左右的时间 从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呢 因为这个绿卡排期本身的逻辑 这个category这方面 EB1长期出现排期呢 对美国移民局这个policy来说 应该是不利的 因为它这个idea呢 就是说要杰出人才嘛 Top small percentage 那么从这方面呢 排期应该是一个临时性的 这个情况 如果说申请的人太多了 水涨船高 它会提高标准 尽量避免长期出现排期 而EB2不是这样的 这个比如说我们知道 印度的申请人 它的EB2类别呢 排期很长 有的时候达到了将近十年 像这样 但是呢 移民局并没有因此 就减少批准I140 不管是Porm还是NIWI140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从好的地方来说呢 NIW的标准 不见得会水涨船高 因为排期停滞 或者说 对于Rest of the World的倒退 而造成NIW的审批标准提高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就基本符合 NIW的条件 然后呢 那么可以考虑先申请NIW 或者NIW和EB1都申请 这样给自己一个较早的 排期的优先日期 像我们此前讲到过 过后呢 即使你去其他国家 离开美国或者转行等等 你的这个优先日期 只要有I140批准 可以一直跟着你 一直给你带来benefit 过后不管是提交I485 还是重新办140 你都可以使用这个较早的 优先日期 另外我们知道呢 I140批准以后 H1B延期可以不限定于6年 可以一直延期下去 而且呢 Pail如果拿H4签证 可以办理EAD 这都是好处 NIW的优点嘛 你可以自主申请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呢 办NIW还是有很多优势的 那么值得申请人认真考虑 至于其他的类别呢 比如说EB3 那我们看到一个 中国申请人 因为各种原因 此前存在过所谓倒挂的现象 EB3比EB2呢 排期还要快一些 但是因为申请人 可以升级和降级 所以这两个类别呢 大概排期也是会交替前期 可能相差 不会超过一年 或者至少不会太长时间 像这样 EB5投资移民呢 我们此前也讲过 移民存在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有一些新的项目 但是呢 因为它刚开始 所以还有待于观察 至于其他类别的呢 我们看到亲属移民呢 尤其是美国 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和未成年子女 过去几年一直都没有排期 这个是一个 对于很多中国申请人来说 可以用到的一个有利条件 那其他的亲属移民呢 我们在别的视频里头也都讲过了 immediate relative 对于美国公民来说 可以不用排期 其他的呢 像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成年子女啊等等 还有这个排期的问题 总体来说呢 这个拜登政府 这期间民主党政府呢 应该说 对于移民是更友好的 我们还记得在川普政府时期呢 出台了各种各样 限制工作签证 和绿卡申请的政策 好多时候呢 不是针对非法移民的 更多是限制合法移民的 拜登上台以后呢 各种原因取消了这些限制 而且呢 也吸引了更多的人 办理美国绿卡 那什么事情有两面 那申请美国绿卡的人多了呢 也就造成了这个排期的问题 再回顾重复强调一下 现在呢 移民局的说法是 今后几个月里 EB1类别有可能会出现排期 NIW呢 除了中国印度以外 Rest of the World 也可能会出现排期 这也预示着呢 排期前进可能还会继续 相对比较缓慢 在今后的几个月里 那怎样来应对呢 那如果说 你还没有提交你的140申请 我们建议呢 尽早的开始准备 那同时呢 如果你符合条件 也还可以在美国 用各类签证 继续在美国生活 工作上学 同时呢 等待这个排期的变化 那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 这个排期的变化呢 还是一个波浪式的 我们再强调一下 中国申请人总体来说 因为语言啊 因为大家的想法啊 等等啊 也因为可能 在中国国内的负面宣传 很多人问到 美国是不是遍地都是枪债啊 零元购啊 这个生活是不是经常有生命危险啊 等等这样 所以呢 中国申请人 这个在美国的数量啊 这个比印度申请人呢 还是要少 因为很多印度人直接来到美国工作 当然这也有一些语言因素等等吧 所以呢 那中国的EB2 EB3排期 形式比印度申请人 还是要好得多啊 那至少过去十年 一直是这样的 那么希望呢 有意向的申请人 还是及时抓住机会啊 然后 这个 这个 离原县欲不如退而结往啊 采取行动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2023年 绿卡排期展望啊 我们律所呢 为很多申请人取得的绿卡 和各类签证的批准 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